Waltz到底是不是好 大家都說他是一個鄰居的阿伯 而且他最近常用一個叫weird 就是非常的用weird這個字 來這個反駁這個Trump 然後因為他是非常接地 其實美國人常常就把他 It's so weird 這種字常常掛在嘴巴裡面 所以以至於讓他也是一下子之間 就是爆紅 但是他是不是除了這個 林家的這樣子的一個阿伯 還有包括州長 包括他是老師 所以說你可以發現 在這個這個所謂六四之後呢 他被派到中國大陸去 所以說呢 他對於不斷的積極的鼓吹 被這個民主 所以大家大膽的預測 他應該是比較是有台的 但後續到底怎麼樣 還是不知道 不過有一個就是這個Waltz 他是必須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他有兩個這個點 是大家不斷在攻擊的 一個當然就是他那個什麼 Freyder就是那位的黑人 他被白人警察這樣勒緊 然後以至他最後的斷氣 這對於很多的少數民族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事件 另外就是在COVID-19的時候 這個他的這個州 是詐領這個COVID-19 這個補助款是最高的其中之一 那光是這兩個就會被川普 他們這個陣營 不斷大力的來去攻擊 所以他們對於這個少數族裔 也是一個非常具有關鍵性的 因為Kamala 他就是這個賀錦麗 他雖然是一個印度裔 但是你會知道 你在加州待過 就是所有的印度裔 其實族群都對他是非常反的 所以說他們對於少數族群的 這個票員 是否有沒有辦法這樣做一個掌握 還有這個Waltz 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他這個所謂的知名度 並不是那麼高 那是否在最快的時間當中 可以讓大家更清楚 不過無論如何 你可以看得出來 不管是賀錦麗的出現 然後8月多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官選團 就要到民主黨大會當中 他未來對於他的 大家認為他最弱的 這個所謂國際政策的一個定調 到底是如何 還有目前的這個以哈戰爭 這個俄烏的戰爭 他到底要把美國帶到哪一個方向去 這是大家觀察的重點 但是無論如何 絕對比拜登 帶給大家的一個熱度 還給大家多一個期望值 還有對於媒體會炒熱這一波 還有對全世界的地緣 政治等等的影響 我想會是再一次的引爆 全世界的觀點 大家還原來認為是賓州州長 夏皮洛 有可能 來這個葉律師 賓州大學出身的 大家為什麼沒有挑到他 不知道為什麼沒挑到他 因為上次大家有在談說 夏皮洛好像州長才剛當 所以可能會不會賓州 這個可能會反彈 那我自己這樣加加減減 看一看我覺得現在其實說不定有一個機會 就是也許可能兩百七十票比兩百六十八票 好用這樣非常些微的結果 最後可能是民主黨勝選 好那其實關鍵的票就是到底賓州是誰的 好然後還有這威斯康辛是不是就轉過來了 好如果威斯康辛跟賓州轉過來支持民主黨 那這樣子的話呢基本上民主黨就會勝選 另外一個變數是Georgia Georgia也有16張選舉人票 現在雙方的民調只差0.8 所以川普的領先非常的少 那賓州賓州現在其實有19張選舉人票 現在民主黨是輸1.6個百分點 所以其實差距也都非常小 所以看起來是有機會翻盤的啦 這個賓州他的這個問題呢 應該是在他的在念大學的時候 30年前的一篇文章 他說他是以色列的軍隊的就志願者 然後大大的批評這個巴勒斯坦 這有關係 還有一個就是賓州大學的那個校長 還有哈佛的那個校長 他們不是在這個學生抗議 以色列的這個行動中 他們都相繼就辭職了嗎 然後呢這個賓州呢 他就在那一場的這個校園燒得很厲害的 抗議行動中 他把這個反游的人 跟這個3K黨連貫連在一起了 所以這個激起了很多的這個憤怒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勢之下 你要再繼續選下去的話 他可能就會變成是 那個賀錦麗的一個很大的一個負數 會有很大的一個障礙 其實說實在的 其實副手在總統大選裡面來講 相對來說其實本來沒有什麼太重要的 像這種趙高康趙先這種說 超級的大力水手型的這個副總統 因為他的候選人 因為他的大黨 大黨所以使得侯友宜 趙高康這一組的這個組合呢 票也來了 錢也來了 這個是非常的鳳毛麟角 很罕見的啦 所以賀錦麗呢 他在最後階段挑選副手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主要是負面刪去法 就是說哪一個的這個副手的候選人呢 他的負面因素最少 然後呢事實上呢他所需要的加分 就像剛才這個葉律師給我們看的 因為呢賀錦麗呢 他自己已經可以挑起這場大選 他跟他跟川普呢 其實已經在伯仲之間了 然後副手加進來的時候呢 他們只要能夠有1% 甚至於不到2%的那個選票的來往的話 他就大大有機會勝選 所以現在靠一個溫和的 一個民主黨的老白男 去軟化這些搖擺州的 你想吸引其實很難 但是只要有一些 只要有一趴的人 他在那邊猶豫不決 能夠把票挪移過來的話 去吸引這些老白男 那這樣的話他們就有機會 而且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在於是說 范斯呢他不如原來的預期 本來呢這個川普呢任命他呢 是希望提名他 是希望他能夠吸引這個鐵鏽帶的 這些的選民嘛 去鞏固的 結果沒有 因為我們事實上呢 大家如果有去看過 他寫的那個香巴佬的杯歌的話呢 就會知道說 他不是同情這群香巴佬耶 他是指責這些這個香巴佬 認為說 你們這些在鐵鏽帶的人 你要對於你們的這個連串的這個失敗 你們要為自己負責的 所以說他是有一個很複雜心理的 是一種自卑情緒下面的 又一種自大的那樣子的一個心情 然後他所附隨的都是這些白人的有錢人啊 可是這個 可是襪子不一樣 他是真真實實的 你看他也沒有什麼念什麼名牌大學 然後當了這個國民警衛軍 當了24年高中老師 然後橄欖球的這個教練 所以他是真實的有這種溫和的形象 是在中西部 他會讓這一些的民眾感覺到 他們是自己人